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马尚布鲁克斯 马尚布鲁克斯现在终于有消息 虽然广东南南没有官宣 马尚布鲁克斯已经续约广东队 但是他的老对手也是老朋友莫兰德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马尚已经回归 那么这个消息的可信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毕竟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对于马尚来说目前回归广东南南也只是时间问题 应该是在最近 他也希望及早的能够加入到广东南南的下行中 毕竟已经离开球队一年多的时间 况且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CBA广东南南他们的人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毕竟人在美国 虽然我们看到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的视频恢复的不错 但是能够参加到球队的合练中是另外一回事 能够上场比赛也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马尚的状态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些担心 毕竟离开赛场一年多 再加上他受的伤是运动员的大伤 跟肩断裂 在推付之后到底能不能到他之前的一个水平 确实是有些疑问 只能等待时间 等待比赛的考验 那么不管怎么样 马上的冲击力 威慑力还是非常强的 即使他可能恢复不到以前的100%的状态 假使只能恢复到89%的状态 马上在整个CBA来说也是一个大杀器 他能够同时吸引两到三名球员的包夹 所以他会给广东外线球员 制造大量的空位投篮机会 那么广东南南下个赛季 肯定马上的回归是必然的 当然现在的关键 还是要寻找一位可靠的大板员 目前他们正在与芬莱进行联系 如果芬莱能够到广东南南的话 那么马上和芬莱的组合 将是非常非常的强 下个赛季辽宁然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广东队 现在有本土的新人 又有马上的回归 如果再加上芬莱的到来 那么他的实力将会超过这个赛季 所以我们希望马上的回归 能够真正的把广东南南的 整体实力直接给带起来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